好,那首先呢,這裡是說race of equation 我以前教你,我會解很多的 但是我現在再教你一次,我只會講 你一定要知道的內容 一定要知道的內容 還有題目會讓你知道的內容 那所以,這裡關於第36步,就是做點而已 只會做點 第一部分你一定要懂,就是知道計算那個race的數字 計算那個race的數字,單軌這樣計 我們在化學裏面,race的第二就是這個意思 delta p,如果那條反應是p去q的 那我們的race就是講rp rp和rp r stands for reaction p stands for product 所以,我們遼述這個反應的快慢的時候 遼述這個反應的快慢的時候 就是,每一秒有多少p產生 或者每一秒有多少r不見了 每一秒有多少p產生呢 我們就同一個做單 每一秒有多少p產生呢 就是delta 就是delta p的濃度除t 每一秒有多少p產生 產生是為之正數 可以嗎? 每一秒有多少r不見了 minus就是不見了 可以嗎? delta為之正數 就是,記得我 是final-initual 就叫做delta final-initual race就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別人問你一個反應的race是什麼呢? 就是問你每一秒有多少p產生 或者每一秒有多少r消失 然後你表達出來就會是這個 如果你看到這個,你明白的 那個單位 我們最常見race的單位 就應該是 分度除時間 就是ms 分一 這個m是volarity 就是volarity 或者你可以寫 over-e-n-quit-percent 這個是它的unit來的 它是unit來的 我們會用race的 但是有時候呢,如果我們 譬如那樣東西 我們不是用濃度做我們的parmeta 我們用質量做的parmeta 那就可能 那單位變成為race per second 不過大多數情況 在法學裏面都會用濃度做單位 有問題嗎? 大家get到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是expression of rate 這個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懂得完術這個 好了,你懂得做這個之後 都不夠的 那我假設大家OK 記得正負好 找這個parmeta OK 第二個 你知道這個都不夠的 第二部份你要懂就是色體堂 色體堂 第二個 是graphic 就是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不會用文字問你regen 給你一幅圖 所以你看到這幅圖 要有觀念 如果你剛剛聽得懂我講 r0 key 我想問這幅圖代表r0 key r0 key 為什麼你知道它是r0 對,你知道它變少了 這個就是pr 越來越多 那其實呢 因為上你答得出這個問題 你都已經答得到dsc 某一部份的題目了 因為真的考了這麽厲害的東西 那呢 所以呢 在題目圖上 你看到如果它慢慢減少 那當然應該是reaction 慢慢增加就是order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 就是所講的grammic treatment 第一件事你懂得看這件事 第二件事你懂得看嗎 懂得看快還是慢 那這個就和你數學的sense 沒有沒有關係 如果你數學的sense 沒有的話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越跌越快 就是reaction 消失得越來越快 還是消失得越來越慢 應該這個是消失得越來越慢 為什麼呢 那譬如我把這裏切開五份 那才算 第一份裏面它跌了那麼多 第二份裏面跌更多 第三份裏面跌更多 第四份跌更多 第五份跌更多 就是要看慢 并不明 越跌越慢 那這個就是你第二件事 所以這裏呢 如果我數學的細分 2.1 就是看到它是 你可以說是identify 那個r或者point 但是2.2就是知道 grace 和sense的關係 那這些很簡單很basic 一定會懂得看的 這些圖 對不對 沒有問題 對 ok 好了 你如果懂得瞄準它 然後就到後面 你懂得瞄準它 你然後 會叫你解 但是會叫你 即是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會叫你解 但是叫你解 它會給圖來解 給圖來解 給圖來解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幾個keyword 第一個keyword instantaneous rate 第二個keyword average rate instantaneous rate 就是我在這一秒 譬如這一秒裡面 究竟 這條線不是 這條線是代表的average 這條線不是代表的instantaneous 所以這條線都是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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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圖裡面 這個 鸡精 大家有 這圖裡面 如果我給這條線 就是我在這個moment的時候 的instantaneous rate 那一秒 那就要畫tangent去看 因為斜率就是等於 每秒消失 這個是增加 每秒增加幾多order 那斜率就應該是 那你是average grade 譬如這條線 這條線就是 它整個這段時間裡面的平均速度 因為是開最尾的濃度 減最頭的濃度 隨意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average 其實我講這些 如果你本身什麼時候 或者你以前認識 你應該是很掌握得到 這兩個東西 就是tension 和這一個的骨 那這一個呢 這條線 我想問大家 它叫什麼 這條線 initial initial 就是Vsf 可以嗎 可以嗎 那ok了 這一步 那星多珍之後呢 就怎樣呢 然後呢 你呢 它通常這一個裡面 就會要你畫圖 畫圖 譬如說 譬如這一個 它會要你 要是 就怎樣呢 它會給你一幅圖 給你一幅圖 要你計算在B點的 這裏是第十二點來的 要你計算在ABC這三點的 instantaneous grade 那你在這裏畫圖 在這裏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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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前教過你怎麼畫圖 不在意香港 那instantaneous grade 它可以給你一幅圖 叫你計算 或者它叫回圖 它可以什麼呢 它可以給你一些 data point 叫你畫圖圖出來 給你一些 data point 叫你畫圖圖出來 明白嗎 那這裏就是這裏畫圖 你要知道的東西 怎樣用圖圖 無論是它 無論是你解讀圖 還是你自己做圖圖 解讀圖就是 你要extract 到這些 information 畫圖圖就是 它給你資料 你畫完出來 它再問你這些東西 那所以第二步法 關於速度呢 就是這些東西 行不行 跟到它手 那這樣就再畫了 再畫呢 其實是三七六個 第三部分 就是一些很困難的東西 基本現在大約有些印象 第三個畫圖 就是monitoring method monitoring method monitoring method 如果第三部分 搞monitoring method 它就基本上是一些常見的 method 這裏就在這裏 這裏就在這裏 一 二 三 四 第一種 besser 氣體的質量 besser 氣體的 volume 氣體的 pressure 面膜的那一面 顏色 理論上 有無限個可能的反應 無限個可能的反應 但是呢 我們只會教你一個 最經典的例子 而你大多數在咬視情況下 都是見到那個經典的例子 對 大部分的情況 第一個 odium of gas odium of gas 它教你的例子 就是這個反應 亦都是常見 就是什麼呢 一個 exic reaction method 產生輕力 measuredium 在不同時間的變化 你就知道反應程度 所以第一個 method 就是這樣 很簡單 Hydrogen 很多時候 這個方法都會牽涉Hydrogen 但是 它跟Dalser 或者其他氣體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 monitor 只要你測試到那個 volume 對嗎 只要反應產生氣體 你就可以了 對嗎 所以你這個 就自己可以跟得到 對嗎 那不同的細節再講一下 再下一個步驟 就follow它的 pressure 你會明白 如果它問你 其實它無論 pressure 和 volume 它都是用同一樣東西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同一個反應 你如果讓你選擇 你用哪一個 你現在這樣問 我measuredium 就是同一個反應 我measuredium 和measuredium 有什麼 又亂了 好處 不好處 and the pressure pression 的要求就高一點 因為你要 air tight 但你要有pressure center boydium 的設置 簡單一點 你畫不出來 效事會叫你畫 明白嗎 就是boydium 那支枕桶 會叫你畫 做得容易點 Apression的Row是一種類型 它要Crow System 所以能接我 OK 問題是用第二個方法 科技三個方法 測試質量改變 很多時候測試質量改變 你會發覺都是一個有氣體產生的反應 都是一個有氣體 因為有氣體產生的反應 它離開的氣體 你測試才測試到那個MARC的變化 但是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可不可以用測試質量改變 剛剛那個反應可不可以測試質量改變 這個就是它知道的 如果這個反應測試質量改變 是可以的 因為它一樣有氣體產生 但是剛剛那個反應測試質量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那個反應是噴氣體造進出來的 噴氣體造進出來的質量 因為它MASK很小 MASK很小 因為一個氣體造進是兩個Grammol 但是一個Countdown是 這個 145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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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144 154 155 1519 159 16 159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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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很感應了 又是這個 看到兩個negative 然後拿一個反應 所以兩個negative 不需要畫 所以要知道這個反應 應該是這樣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昨天說的 這個就是 經典拿來 Rature的顏色那邊 這個顏色變化 還有什麼常見的 這個功能會在這裏 Bromine Water 的Red Dot 都是另外一個常見的反應 是用這個方法的 Bromine Water 行不行 所以第三個就是 這個 這個方法 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用那個叫Colorbita 你記得就行了 Colorbita 這樣就提及了Color intensity 然後到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Didration Didration 你記得 這個方法 它選擇的反應 就是 Alcala Hydrolysis of Extra 你那次學的時候 你還未學這個反應 但是你現在 再聽一次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有這個反應 因為你那次學的時候 還未學Otel 你完全沒有印象 原來學過這個反應 應該 但是你現在知道這個反應 這個是Esta Alcala Hydrolysis 切斷了它 變成 Alcala Sovium Alcala Evanol 這個反應 那怎麼樣呢 這個反應 你一邊繼續反應 隨著每一段時間 抽出來 做Crench 做Hidration 為什麼要Crench 為什麼要Crench 呢 如果你不Crench 你就一邊做Hidration 的時候 一邊反應 那就不對了 那 怎樣Crench 呢 用什麼方法去Crench 就可以 會加過去 冰水 對嗎 加下去冰水 對嗎 就可以降溫 안녕 跟大 mobil 有些情況之下 比如α固然可以均一倍 可以加上蒲履尾 塩孔 對不可以 類似這樣的方法 但是最常見就是cooling 不是打高 行不行 這個是最後一個方法 行不行 所以在這課書裏面 大約已經講了一次這課書裏面的例子 它這個後面有一個表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看雞精都是一樣 所以第三個課就是這樣 三個課就是這樣 我們直接看看題目 先看看這題目 那看看這題目 我就給DNC的題目你們做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有印象如何做 這題目是2013年的第11題 好啊 那看一下 咦 他這個拍 你看不到反應 他有給到反應給你 不過都不用知道反應是甚麼 因為你知不知道 我想問大家 看到的例子 Calculate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of legal in first 10 seconds 那即是他問你 甚麼 First 10 seconds 我問你 那即是問你 Instantaneous 還是Average Average 那怎樣 怎樣去找回 他都還給你 那什麼減什麼 除了什麼 大家看不到 0.01-0 0.01 除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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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大家會是這個 我不是這個 我不是這個 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概念就好 但是 在DSE 裡面 你答了兩個方法都會給你 你記不記得我教你們是怎樣 如果他直接問你 Race or Reaction 就一定會寫回你 做Init 但是如果他敢問你 F-Race consumption of Race 你就好像剛剛那樣 Init的想法就可以 但是應該 如果別人問你Race or Reaction 你應該是 Final 流意的 但是 大家明白了 明白了 好嗎 不用看回其他 好 然後 他就說 Suggest How the instantaneous Race or consumption of 這個 10 seconds Can we Determine 嘩 嘩 是 接著呢 tief Hero 繼續 之後 後面 要站 後面 對 後面 然後 Document 後面 之後 後面 我給你做 你累了 這些想做 就這樣而已 這裏 這個是第一步堂的答案 所以你見到他可以accept你答 他符號都accept你的 即是在這個case裏面 他這樣問 政府都會說 你在考試的時候 我的問題給李Sir差 我說應該要答制 李Sir說要答符 李Sir說從來都沒有教同學 要看那個問的字眼 看信訊 他說因為未見過DSA會這樣問 那答案子下方便說 DSA又這樣問過一次就是這一次 但是又剛好他政府都accept我 所以就不看理由 但第二個 你見到我記錄在哪裏 找sloop 應該找tension 其實tension都需要的 沒有理由不需要tension 就是一定需要的 說tension determine它的sloop and 10 seconds 就是這樣 這樣 對不對 所以三個去問你 一套上去問你 題目就是 Defend the graph 好 這一題 你們不能看數字 不能看數字 但都照滑 即你都照做 我給你看一下 上面這一題 就是它旁邊有些數字 它就叫你計一計 哦 不然整個答案 總之有個反應 反應是它產生hydrogen 對不對 有個反應會產生hydrogen 好了 然後d bar 就叫你計一個hydrogen 假設你計對了 好不好 假設你計對了 好了 最後就叫你這樣 就叫你在圖上畫這個reaction 去到圓結的時候 是怎樣 那就是大家會 expect這幅圖 這樣的樣子之後 怎樣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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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明白 因為會緩 所以你反不快去問你 其實呢 都幾street forward 還有 就是我剛剛所說 你重點要知道的那些點 你基本上有了 就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嗎 畫一圖圖裡面 所以你會用上面的圖欄 就是上面計的那些圖欄 然後畫下來 就一樣 OK 然後就 好 這裏就到第二題 第二部分 它就告訴你 它改錯一個parameter 就是用少些這些東西 用少些這些東西 然後畫另一幅圖 所以用 因為我們沒有做 我們沒有真的在DCO這樣做 所以可能你不太好 反正用少些reactor 可能就是 最後產生的氫氣 的體積減少了 類似那樣 類似的 這樣 叫它掃描 OK 所以大約是智識點 OK 再 看看 好了 這裏 這題 我們都沒有看到這題 但是 反應呢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我們會見過關於 產生氣體的反應 是不是 用什麼做catalyst 這個位置 雙氧水變成水加氧氣 用什麼做catalyst 不記得都不要緊 你說我們昨天說的樣子 Megne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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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如果一開始 一開始應該是零 還是 一開始應該是零 知道一開始應該是零 Megnesium 然後最終就是 靠你計算對 那個Volio 然後就 對不對 這樣 OK OK 好了 他叫你 suggest 另外一個方法 去measure 這個 大家想想一下 這個 用什麼方法 剛剛那個反應 還可以 Presure sensor 嗯 Presure sensor Presure sensor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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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對了 Mask都可以 所以你反而一看清 就是用幾樣東西 氣體 你把整個Mask 氧氣離開了 那個體積就減少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 OK 大量是這樣 第三次的動作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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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這樣到37度 30度 是